好,所以我們第一頁開始 這個是屬於 各論的行政法 那我们行政法 比较会考的点是 各位在 总复习的时候 包括行政程序法 第一条 立法目的,第二条 适用范围,第三条 它的除外规定 还有这里的四到十条 里面的一些重要原理原则 那这是各位 没有读行政法的同学 你在读法序的时候 考前行政法 记得要去看一下这几个条文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等一下第二月 就要讨论的地方去读法 那第一次法 各位只要读它的二五 三一 有关地方法规 这个我倒是上课有详细讲 好 好 那最后 这个部分呢 就会落在一个 我们等下总务习讲义 也会稍微讲一下的 所谓的公务员惩戒 好 公务员的惩戒 吧 这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 好 那这我们上课 比较没有时间 讨论那么细的 好 那这边当然这个是 好 可看可不看 那这两个都是属于必考题 好 所以第一个我们来介绍的就是 信赖保护原则 行政行为 好 不能 罔顾人民的 合理正当信赖 而有所改变 好 要保护人民的 合理正当的信赖 所以这个是我们 行政程序法 第八条 好 的一个后段 那这条我们 所讨论的行政行为呢 要保护人民 合理正当的信赖 他主要是指两个行政行为 好 第一个 我们是 行政处奔 好 最喜欢考那个许可建造 第二个就是 这个有 公布 或八部 的法规 就是法律有公布 命令有八部 地方法规也有公布八部 还有行政规则里面的解释性 跟裁量性也有公布八部 好 好 所以这里 那这两个我们的 好 一个变更 废纸 都要考虑人民的一个信赖 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看我们第一个重点 信赖保护原则 程序法第八条后段 好 所以这个 各位不用做笔记了 直接写在上面就好了 因为我们一堂课要把这本厚厚的讲义 要把它带完 所以我们速度会很快 官布衣行政行为 保护人民正当合理信赖 原以宪法法治国原则 第二行属于宪法保障人民权利原则 除人民信贷行政器官 具体行政处办 像得到许可建造后 你就会去整地施工 所以建造如果要撤销被纸被弃等 你可能要考虑这种损害补偿 损失补偿等 一性在行政法规 不过这个行政处本关了起来 跟行政法规关了起来 不过这个行政法规必须是有经过公布或 八部 这边少一个部 有经过八部或公布的 所以像我们后面这边就很重要了 包括法律 法规命令 裁量性解释性行政规则 那个裁量性解释性行政规则 请打信号 行政规则均应下达 但裁量性跟解释性 就是裁拔基准解释令函 上需八部 那所形成法治序的保护 底下对法规现在保护原则适用要件 是法规施行生 现在基础的程序期间 就是有效期间 有效期间 然后你必须有客观具体的表现 像财力的应用 并有值得保护的利益 不是明知为法等 故行政机关修改被指行政法规 你要考虑制定过度条款 或为合理补救措施 如损失补偿 来保护把规所形成法治序的安定性 关符合合法行政处 因情绪变现而被指要做补偿 底下例如 扒给建筑许可承办人发现 位于禁止建筑的军事管制区 或水源保护区 这时候我们可以撤销 但是要注意性来保护 读行政法的同学叫117120 对不对 撤销然后损失补偿 但是这个行政处判要注意 关符合的行政处判要现 受益处判 所以我们不是所有的法规都有性来保护 我们不是所有的处判都有性来保护 如果是磕税拔还 那个没有性来保护 磕税拔还土地征收 那个要把它撤销掉 人民拍手叫好 不用保护人民的信赖 受益处奔才有 那行政法规 行政尤其是行政规则中 你要有经过公布或发布的 你才会有信赖保护 那就是要注意行政规则里面的解释性跟财良性 所以这个信赖保护原则 这个我们没有读行政法的同学 要加强一下 信赖保护原则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也是重要 但是因为各位现把会学 所以你会相对的熟悉很多 我们叫做程序把第七条的比例原则 行政程序把第七条的比例原则 就是不要小题大做 要禁止过度原则 所以比例原则这边 我们看到了 行政行为依下类原则为G 这是源于德国警察法 限制警察权行使 后来扩张为县市所有公权力行使 力求手段目的的合比例 而成为我们公把帝王条款 先把二十三条的 非有必要不得已 法律限制人民只有权力 底下的内涵官服依情化 帮帮助于目的 这道目的的适合性 第二同样达到目的的很多帮帮 选择对人民损害 较少的帮帮手段上的必要性 第三采取帮帮造成失意损害 不可以跟达成目的公益 选失均衡 那这道妥当相当衡量性 狭义比例原则 禁止过度原则 侵害的时候禁止过度侵害 给付的时候禁止过度的给付 那这个虽然重要 但是因为各位宪法会读它 所以重点没有读行政法的同学会很熟 再来就是法律保留也一样 法律保留虽然行政法同学比较熟 没有读行政法同学不熟 但是呢宪法的课一样会上到 宪法23条443号法律保留 然后有层级化法律保留 所以一 法律对四项的规范密度的高低 并不是所有自由权利受宪法的保障的密度 都是相同的 所以乖不义绝对法律保留 那第二行请话 积极依法行政原则 没有法律授权机关不能就涉及人民权利 事项限聚 但不是一切行为都要法律为依据 例如说 剥夺生命限制人身自由 遵守罪行法定主义 死刑的规定 徒刑的规定 这些要法律定居 或者像犯罪过程要建有 徒刑的处罚者 好 那这是443号本身的 那其他如一次两大过免职 过程要建 警察领检 土地征收 征送程序 中央名义代表报酬待遇 公罚请求权消灭死效 国家对大学职职监督 还有各位宪法讀603号的那个 资讯隐私权的限制 对不对 那些都是 所以我们这边反而要注意的是 绝对法律保留 就是法律定居 不得授权以命令定居 法律规他 对这些事项的规范密度是高的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打新号 法律保留里面的 守备绝对法律保留 好 法律定居 报酬第二行是相对法律保留 那相对于这里是法律定居 相对法律保留会变成是法律 好 或者是法律 明确授权下的授权命令 这程序把150条的法律命令 好 来定居 所以第一个我们叫极端重要事项 第二个我们叫一般重要事项 好 所以瓜夫二相对法律保留 最后一行 整个都情话起来 好 涉及人民 并其他自由权利的限聚 像财产的限制等 那个罚还 科税 特别功课 因应由法律科规定 如法律授权主管机关发布命令 为补充规定的时候 授权符合具体明确 这我三课有讲内容 范围目的要具体明确 那命令不得一月授权的范围 与立法精神像罚还 限制依然出境 科征特别功课 如空气污染防治备 特定政策对特定人科征 对不对 这是空气污染防治法 授权定定空污防治备 售备的标准还有租税 以前是绝对保留 后来也跑到了相对保留来了 那以上都是限制人民的 叫做侵害行政 所以第一点这边 我们是属于 在行政里面我们叫侵害行政 或干涉行政 就行政管理的结果会对人民自有权利 造成侵害或陷阱 那第二点相对的是他的给付行政 所以这里给付行政要不要保留也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这里也是打信号的 好那给付行政呢 原则上是不用依预算办理即可 但是呢 几乎行政措施说法律规范密度 自教限制人民权益宽松 也就是原则上不用法律授权 预算办理就可以了 唐涉及公共利益重大事项才要把利或授权命令 归依据如全民建保 所以各位把节物行政官服起来 涉及公共利益重大事项官服起来 好那涉及公共利益重大事项呢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最近的一个像五倍券 从三倍券到五倍券 这波完可不可以来个十倍券呢 对不对 好五倍券的一个八棒 那这个是涉及公益重大 给物行政涉及公益重大 那我们这一次年今年的一个行政法考题 是考三倍券的八棒 对不对 那不管这种三倍券五倍券呢 其实都在考保虑保留 考几路行政 好